大家好 最近一段时间 人民币大涨持续上扬 目前重回六时代 应该说 最近应该是三个月左右的时间 人民币的波动是很大的 跌得很快 但是涨得很快 跌下去之后 马上就收复了 我记得之前说过 人民币7块2就是个底 那么持有美元的 在7块2就要兑换人民币了 7块2就是个底 它尤其会下探7块3 7块4 但是这个下探是很短的 探一下马上就要收上去 所以7块2就是个底 不会跌破7块2的 而且人民币 总的来看 是上涨趋势 这一轮的下跌 就是美元的超预期加息 我们要知道 这个美元还依旧是 国际结算货币 虽然美元呈现出颓势 但是它的国际结算货币的地位 是不变的 所以很多分析基本面等等 这些都不是很靠谱的 因为这一次不仅是人民币 所有的非美货币 大贬值 主因就是美元的超预期加息 那么如果美元的加息预期结束的话 或者是预期认为美元的加息要放缓的话 那么人民币马上就会收回去 重回6.5 也是一个很短暂的事情 也是一个很短暂的事情 我们应该记得两三个月前 人民币破7的时候 不管是美国之音 还是包括董财经的 知道真相的 向人民说真相的 这个翟山英 这一系列的人都在 各种基本面的分析 分析人民币要破8 破8不是尽头 要破9要破10 对吧 呼吁国内应润尽润 应走尽走 赶紧换美元 人民币要大崩盘 笑死个人 对吧 笑死个人 当时还录过视频反驳过 当然说人民币的7.2就是个底 就是个底 对吧 那么 这个董财经的翟山英 这个基础常识似乎是不懂啊 因为我们都知道 你要低买高卖的 包括外汇也是一样的 都是要低买高卖的 哪有高了买低了卖的 你不套住了吗 就像人民币一样 我记得当时对吧 录了一个反驳 翟山英的视频就说过 如果你要用人民币换美元的话 那不得是人民币高的时候吗 譬如人民币 今年最高6.3 6.3的时候你不换美元 7.3你让人换美元 6.3到7.3 中间的差价30%多呀 坐地赔30%多 6.3你干啥去了 而人民币到7.3的时候呢 是美元最贵 人民币最便宜的时候 对吧 其实我们的中间价是7.2 因为7.2这个位置占了很多 7.3就下探一下 很多你根本买不着 7.2是能买着的 人民币最便宜的时候 7.2的时候你不买人民币 你去买美元 神经病吗 对吧 这个散户啊 不管是炒股啊 或者炒货啊 老背套就是这个样子 愚蠢的散户 加上割韭菜 不负责任的专家 就带来了这种结果 不管股市会是 高的时候让你买 那不应该是低了买吗 买便宜的买chip 对吧 你这个 不管搞哪国的外汇啊 人民币也好 美元也好 都是便宜的时候买嘛 就像今年上半年 人民币最高的时候 6.3 那个时候人民币是最贵的 美元是最便宜的 对吧 不这个时候买吗 其实我们不只是现在 包括2015年啊 其实我们看到2015年也是 哎呀 这个这个满平啊 都是这个 这个人民币要崩盘了 赶紧润的 赶紧换美元的 等等 但事后证明 这拨人赔的挺惨啊 其实这一次也证明 如果两三个月前啊 跟着翟山营这拨人 对吧 不管你润没润吧 如果换美元的话 几年之内 你是解不了套的 而且以前谈过 这一次人民币是最后一次下探 对吧 日后人民币 长期上涨的趋势是不会变的 所以即便在美元超预期加息的情况下 人民币呢 对吧 还会反弹的这么强烈 其实都说明啊 中国的经济基本面 反而是比较好的啊 尤其是在全球大衰退的情况之下 对吧 这第一个 其实第二个更重要的呀 就人民币的汇率啊 是由离岸外汇市场 决定的 离岸外汇市场是买卖 买出来的 它是真金白银买出来的 那这一点是更重要的啊 它是真金白银买出来的 那么我们通常所说的 这里面做多做空的力量 有多大 盘子有多大 对吧 我们离岸外汇市场 这个池子并不深 并没有那么多水 并没有那么多水 对吧 其实央行是绝对控盘的 那么在这个池子里面 除了央行之外啊 不管是国内的 国外的 国际的 等等啊 这种各路的吵架 对吧 包括我们 国内做外汇的 啊不对啊 国内做出口的 对吧 这个外汇结算的 等等这些 你都算进去 这个里面的资金有多大 这是有数的 这是有数的 对吧 所以这些资金 你不管多也好 空也好 你的子弹有多少 你能打到哪个位置 这都是有数的 对吧 你像空头打的时候 为什么看到7.2 到7.2之后 它没有子弹了 对吧 你在空头实际 往下打的时候 多数不会进来买的 这不会跟你在那折腾 对吧 你没子弹了 我直接就进场了 本来就这么个事 这个东西是买卖出来的 买卖是有数量的 资金是有规模的 这个东西是 很关键的 不过 对吧 因为它是个区间 这个阶段性的 阶段性的资金 就是这么大个规模 如果长期看 对吧 多也好 空也好 它会有很多资金 往里追加的 但是从目前这个区间看 它就没有追加 就这么多钱 就这么多钱 那么这个钱 多也好 空也好 能买到哪 能卖到哪 你的子弹是固定的呀 你要算这个东西 所以这就是我们很多呀 怎么说呢 有时候也讲了 这个 这个很多人还是 比较愚蠢的 就像说这个摘尘银 这个直接贪人币 知道了真相 这像咋们的真相呢 很多真相 就是一些 语言上 文字上 跟你描述的一些 情感性的东西 但这个东西 并不是真相 尤其是在外汇市场的真相 对吧 它是数字项的 它一个是数字的 对吧 双方的 多也好 空也好 对吧 有多少子弹 有多少资金 有多少money 对吧 你不可能算得很具体 但大概的话 你根据它的成交量 猪状图 对吧 猪月年K 能算出个大概来 这一定是算出来的 不是用语言文字 描述出来的 所以以前讲过 这个螺旋是牛 就是大家认为是对的 它一定是错的 对吧 就像之前谈A股 9月份A股跌到2800 也知道那个时候 大进场 对吧 鼓励大家大进场 就是这个样子 但是你像这个 这个大众普遍认为 你像这个散户 你像这个炒股的 各个地方 你去讨论 2800他认为 要跌到2400 因为啥 股市一样 它是买卖出来的 到2800那边 空头子弹 明明就没了嘛 它就没有资金了呀 成交量已经缩下来了 怎么能到2400呢 对吧 明明是低了买的 低了买 当然这不叫抄底 同样的 你看现在 这两天成交量很大 因为这两天 黑股涨价月了 大量散户杀进来了 你看各个讨论区 杀进来了 马上就要跌嘛 就说这个 大众就往往这样 跌的时候 认为它会更低 就受这个情绪的影响 趋势的影响 会认为它更低 然后涨的时候 认为它会更高 所以跌的时候 你又认为它会更低 结果它没有更低 对吧 它直接就涨了 涨了之后 你就追进去了 认为它会更高 事实上没有 直接就跌了 给你套里了 它往往就是这么个东西 因为这里主要谈的是人民币 对吧 它这个 这个所谓的双方经济基本面 是有影响的 但是这个是个长期影响 短期影响就是资金面 资金面 多也好 空也好 对吧 各有多少钱 各有多少子弹 对吧 都是摆在这里的 都是摆在这里的 这个基本上是能算 算个大概的 能算个大概的 对吧 包括其实我们这个人民币市场 其实最重要的资金呢 还是国内的啊 不管是做出口的 还是侨汇的等等 这部分结汇 这部分结汇 还有一部分呢 就是国内往外出的嘛 往外出的嘛 这个是外汇管制的部分 因为在我们现在的外汇管制之下 现在的外汇管制是很严格的啊 每年出多少钱也是有数的 总之吧 对吧 这个不知道会不会有一拨人要跳楼啊 会不会有一拨人 首先还是这句话 你叫翟山英在国内 这个卖八万八一个的 这个区块链挖矿机 区块链车子 发家的 这个但凡对财经很懂 你也不会搞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又违法又违道德的 如果懂一懂 你像国内你不管是股市各种事 合法挣的钱 而且每年的利润又很高 何苦扯这一套 扯这一套证明就啥也不懂 啥也不懂 不又啥 韭菜两头哥们 镰刀两头来嘛 那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录完了 喜欢的请订阅一下 总之吧 对吧 这种故事我们看过很多 看过很多 之前我还看过这个 在好像是在多维新闻网吧 海外这帮网 还有个东北大街 他移民的早就15年那波出去的 后悔死了 后悔死了 到了美国也没什么工作 资产在缩水 资产在缩水 我看他这个采访 原本以为到了美国就有福利拿 对吧 啥也不用干 只有这个一堆的福利 笑死一个人 那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录完了 喜欢的请订阅一下